小晨了几个月 当时我就在想 我要怎样才能够 重新站起来 然后我就跟我老婆讲 我想做一款载人飞行器 我老婆就讲 点头了 她也就觉得 你肯定只是说一说的 不可能你会去做的 我们现在这样的经济状况 签一笔不在 你怎么去做吗 我看她点头了 我也就 我也认为她默许了 这个时候就开始构思 我这段飞行器要一个 什么样的形式的呈现 我又没有团队 我又没有资金 那我一切从简 我去找了一个 朋友的儿子 学画头的 我说 哥们儿你把你的儿子 借我用一段时间 给我画个头呗 儿子借你 对 后来我就找那些五金厂去代工 做了之后 我就慢慢地一点一点地拼装 调试 调试了半年的时间 结果一推上去油门 飞了一点点高 飞鸡飞鸡 晃晃悠悠悠 晃悠悠悠悠悠 就炸了 电池冒火 马达螺线 基本上全部坏完了 跟我之前畅想的 还是有差距 我之前把它想得太简单了 要一次一次地去试错 经过了反反复复 1500多次的测试飞行 衰机就衰了50多次 每次的测试 对我来说 都是非常大的压力 甚至摔得到 我推油门的时候 手都开始发抖了 其实我都觉得 我人都没有这么怕摔 我怕我的机器摔了 因为摔不起啊 这个时候我老婆看到我 这么大的压力 我老婆就跟我讲 老公 这是你的梦想 你放手一搏吧 我觉得应该给你老婆掌声 我觉得太不容易 出于女性啊 我觉得你的太太 真的很了不起 就是能支持你 这个疯狂的梦想 而且她能一如既往地 这么支持着你 但是最后我想说 你一定要保证自己的安全 我希望这个 它是一个让你和你的家人 和我们所有人 都更安心的一个你的梦想 后来佛城 她有飞行记录 我可以看到她所有的数据 哪些地方需要优化 那我就去优化她 优化她到我想要的样子 问题来了 什么问题 那我已经测试得这么稳定了 我要不要上去试一试呢 对啊 这是一个问题啊 我下了两个月的决心 终于鼓起勇气坐上去 把油门慢慢地往下推 飞行器缓缓地就起来了 这个时候我发现我降不下来 那我切自动返航 我试试吧 我交给她了 自动驾驶的降落 降下来了 做了一个胜利的手势 其实我有两个很甘心的地方 我觉得我还是要说出来 好 就第一个就是 我觉得自己是非 是一件很勇敢 但是真的很危险的事情 任何一次事故 都有可能是致命的 第二点呢就是 其实我们有想过这个方向 因为载人飞行 也是我的一个梦想 但是为什么我们不敢做 或者没去动 因为我觉得还是有一些 很现实的问题 是要很现实地去面对的 特别是安全性 你真的如果有一天 这个设备要 卖给普通消费者 你要对周围所有的其他人 也要负责任嘛 对吧 所以我觉得 你继续沿着这个方向走 这条创业的道路 并不是一眼望到边 一帆风顺的 一定是一路坎坷的 但是我还是想说 我真的希望 我们这个时代以后 我们这个社会 还有更多像您一样 有梦想 这是第一位 第二位是敢于去 追求自己梦想 第三是 跌倒了能爬起来的 所以我特别钦佩你 谢谢 谢谢 富盛 孟初觉得这个方向 要仔细地考虑一下 你觉得呢 四轴一定是一个 大的发展方向 但是还是要一步一步地走 这有个小的问题 想问一下你 就是说 这个室外测试的情况 到底怎么样呢 在户外的飞行测试 我们看维斯亚 这里是 无锡太湖湖畔的 源头主风景区 今天 制造将来节目组 将在这里进行 飞行摩托车的 飞行测试 在整个航线中 飞行摩托车 将从至高点飞下 穿越桥洞 飞越太湖 完成五公里的行程后 最终精准地降落在 一艘邮轮上 这个飞行摩托 目前在国内 是只有我一个人在飞 按照我以往 飞行五百多次的经验 我觉得对这次的挑战 还是蛮有信心的 进行过最后的调试 我们的科技精英 完成了飞行摩托 起航前的全部准备 而等待着它的 将是海拔 超过九十米的高空测试 飞到差不多一百米 气流特别的乱 飞行机就开始这样 猛烈地晃动 这个时候我都感觉到 可能飞机要失控了 强气流的对冲 把飞行器使劲往上抬 我果断地就是降低高度 高度达到 可能五十米左右的时候 这个时候我把飞行器控住了 一让它平稳飞行了之后 我的心里就舒了一口气 飞行摩托 成功完成了高空的飞跃 马上它将到达穿越桥洞的位置 测试的是它低空飞行的平稳性 二圈桥 桥洞最高处 距离水面不足五米 科技精英将需要在精准操控下 一口气从桥洞中穿过 当时那个桥洞已经非常贴近水面了 螺旋桥一旦搅到水 飞行机一定会被水搅下去 我真正飞到跟前的时候 感觉那桥洞太矮了 我的鞋子都已经被搅起来的水化 已经打湿了 只能是尽量地贴近水面 飞行摩托穿过了桥洞 迅速朝着湖面飞去 此时它距离最终降落点 还有将近2.6公里的距离 而它又究竟能否完成 这个艰巨的长距离测试呢 这个距离非常的长 我在空中飞的时候很难 操控飞行器的时候啊 都不那么灵敏 然后鸟在我作为飞的时候 我还要去避让它 我的身体条件已经达到了一个极限 其实每一次的飞行 我都会有顾虑 这次的挑战 我的功率更多 但是我心中就只有一个信念 一定要咬紧牙关 降落点就在前面 飞行摩托一路飞驰 似乎是在争分夺秒 它迅速穿过了 太湖仙岛中间的长廊 到达了降落点附近 在这里 它将要面对 本次飞行测试的最终关卡 在15平方米的甲板上降落 这对于飞行摩托的精准性 有很高的要求 在天上看那个降落点 就那么一点点大 它实在是太小了 找不到一个合适的降落的地方 下到最后 飞行的螺旋降 离空调已经非常近了 我在做一个调整 所以你们看到 飞行有剧烈的抖动 最终 我们的飞行摩托 成功降落在了终点的甲板上 本次飞行测试 圆满结束 你当时降落的那一瞬间 是什么感受 我感觉到 我完成了梦想 特别的激动 太棒 我觉得你太平安 我觉得你每一次飞行 都真的是太平安 因为我就是想告诉大家 大载中的多船一飞行器 它的想象空间是非常之大的 它可以做大载中的纸宝机 大载中的后运输 救援 公安 消防 都可以空中交通 那就是我们畅想的未来的场景 我们现在提前布局空中交通 相信未来空中交通 一定会有我们中国人的一起之地 那日后我们的飞行汽车 在世界上一定是最牛的 科技发展让我们的生活 越来越便利 就像我们经常提到的 普发信用卡 梦卡 有谁能够想到 这个信用卡的卡面 也可以随心换 也就是换上你喜爱的 那个画面的风格 同时又不用重复申请 还可以保留自己熟悉的卡号 未来的生活就是这样 我们道路可以畅通无阻 按时地达到 自己想要达到的地方 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 科技赋能制造将来 普发信用卡 科技入库时刻